大家好,今天要為大家示範的是小蒜拉味海鮮壓力麵 要準備的食材有大蒜、辣椒、白蝦、頭蔥、鱸魚、可麗 還有壓力麵的甜麵 先對鍋熱油 對鍋熱油之後,把大蒜和辣椒 必須放入鍋中,爆香 這個步驟最重要的是,大蒜不能燒焦,但是要讓它呈現金黃色 然後下高燙 然後把海鮮吃起來放入鍋中,翻燙 放入鍋中,用食材一起拌炒 最後調味 收拾完成 今天為大家示範的香蒜拉味海鮮一大一遍,就這樣完成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